人生最大的惊喜是什么? 金榜提名,洞房花烛都不是 而是婚礼变丧礼,喜事变丧事 高家庄今日张灯结彩 年少有为的少庄主高明新婚大喜 他娶的新娘子大有来头 不是大家闺秀,也不是武林豪门 而是当地青楼的美艳花魁 接待完宾客正要行大礼时 却来了不速之客 那人一脸坏笑,自称白中堂 说着庄子本来是自己的 多年前被高明父亲夺去 他忍辱负重苦练绝世神功 招揽江湖高手 今天踩着点来 就是要夺回自己失去的一切 来者不善 高明立马贴高了警惕 手刚握住剑柄,却一变发声 一旁的新娘子突然出手刺中高明 宴会灯石大乱 双方站坐一团 原来高明花一千两帮花魁赎身 白中堂却用两千两收买了花魁 都说戏子无情,婊子无义 果然如此 不过花魁立马被反杀 白中堂有备而来 高明却是仓促应战 交手数回合,完全不是对手 胜负很快分明 眼见大事已去 两个师兄带着高明赶紧逃命 三人一路辗转,求助施工 陈施工隐居多年,不问世事 自知不是白中堂对手 就给高明推荐了一人 那人叫神刀张三 武功盖世,为人侠义 好,打抱不平 只是有个重命的老母亲 卧病在床 需要她做杂工,挣钱买腰之病 所以张三远离江湖,不设纷争 陈施工说 如果能说动张三出山 或许可以摆平白中堂 但高明来此所求并不是人 他知道陈施工有把月影宝剑 削铁如泥,锋利无比 如果施工肯给月影剑 自己必定可以报仇血恨 但陈施工却一口回绝 他说,月影剑必须是真心爱剑之人 才能发挥威力 而高明现在被仇恨蒙蔽的双眼 根本不配使用 所以,无论高明如何祈求 陈施工都不松口 只说求人不如求己 没有得到月影剑,高明只好退而求其次 带着手下跟着张三 张三武功,确实了得 但却喜欢趴枪头 看美女听琴声 一来二去,两人早已认识 但张三囊龙羞涩 只能趴枪头,不敢进来 所以说,追妹子还是得主动 比如倒挂着喝酒的一流剑客 九流杀手阿松 阿松为了生活什么都干 截然一身,潇洒自在 可能就是因为主动 美女喜欢上了这个浪子 当然,浪子很帅 而且浪子很会撩 美女偷怀送抱也是巧妙躲过 阿松明显更懂得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的道理 小姐姐 如果你喜欢的小哥哥 不喜欢自己怎么办 那你就需要一个这样的知心大哥了 张三有个妹妹 喜欢隔壁的泥匠 但泥匠却嫌妆太少 不同意 我如花似玉的妹妹 喜欢你,你还不可乐 人一时风平浪静 退一步,越想越气 张三不顾妹妹阻拦 抓住泥匠就是一顿胖揍 果然还是最简单的,最有效 泥匠答应了婚事 只是这泥匠 我想问妹妹 你喜欢他哪一点 高明跟踪几天后 决定出手 邀请张三一起喝酒 张三为人豪爽 两杯酒下肚 就交了高明这个朋友 高明这犹豫不知如何开口 张三却要先走 这时街上大乱 原来是阿松受雇 劫走囚犯 事成后囚犯却不讲武德 不仅不掏钱 还要干掉阿松 张三借是熟人 就出手帮忙 赶走贼人 没想到简单动手 却暴露了自己 神刀阿三的身份 引来一个刀客向他挑战 想赚些名声 只是张三答应母亲封刀 所以无论刀客如何挑衅 都不肯出手 张三走后 高明看着刀客心生一计 果断开高架 将刀客招揽之麾下 并开始计划 高明带着药材看望张三母亲 可惜老人还是病故 高明便以朋友身份 一起披麻戴孝 张三大为感动 而另一边 刀客上门挑战陈世公 逼其交出月影剑 但陈世公直至重伤也没交出 刀客无奈留下战书后离开 高明带着张三来到陈世公家 陈世公身负重伤 高明怒火中烧 是要报仇 而张三看到刀客留下的战书 挑战张三干掉高明 才知道是自己连累了高明 他让高明留下照顾施公 自己却拿起宝刀 去找刀客报仇 而他不知道的是 这一切都是高明的苦肉计 张三与刀客决一死战 刀客刀工了得 出刀极快 但神刀出事自然不坠为名 在摸清刀客招事后开始反击 游走如龙 最终杀掉刀客 张三将刀客的将刀交给高明 直言从此两不相欠 说完转身就走 天降大雨 无所事事的阿松 经过一家毒房进去毒雨 却发现毒房骰子都被动过手脚 阿松看不下去 动手叫训 恰巧张三经过看见 再次拔刀相助 两个早已相识 又有共同爱好的人 再次并肩作战 打跑敌人 战斗最能让两个男人加深感情 况且他们有感情基础 于是就此一劫金兰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毒房是白中堂的 于是又与白中堂结了院 而演戏达人高明再次上线 整天在家寻死觅活 手下人也懂 赶忙找来张三 救下正要自尽的高明 追问之下 高明痛苦的说出 自己被白中堂灭门一事 声泪俱下的说着 自己的懦弱无能不能报仇 不得不说 高明这演技真的满分 轻易博得张三同情 当场立事要帮他报仇 临走前 张三来到一只没有踏足的院子 见到美女 当然还有阿松 阿松自然要帮好兄弟一臂之力 于是二人在美女的亲生中 携手出发 大家都看过星爷的睡拳 那你见过睡刀吗 这个人绰号睡佛狂刀 人睡心醒 出刀神出鬼没 刀法登峰造极 不过智商 大战来临 高明暗兵不动 淡定的下着旗 一切尽在掌握 而白中堂也得到消息 早早备好了棺材 设好棺材 阿松告诉张三 白中堂耗武成痴 一身横裂 刀枪不入 手下还有四大高手 黑鬼堂 鬼鹰枪 夺命勾魂锁 以及说服空刀 都需要多加提防 不过阿松再三提醒 白中堂还有杀手锏 闯关开始 张三阿松轻松干掉36个小兵 接下来是黑鬼堂 与鬼鹰枪二人组 不过二人明显智商不足 没打几下就打起内战 第二关通过 第三关是夺命勾魂锁 难度增加 给二人造成了不小麻烦 阿松险些受伤 还好九葫芦挡下一击 二人合力过关 第四关就是睡佛狂刀 人如其名 膳使双刀 武功露术 类似睡拳 刀法诡异 令人防不胜防 不过智商也不在线 不仅烫伤脸 还磕了后脑勺 一通如虎操作后 继续去睡觉 终于来到最后一关 也终于有了一点终极对决的意思 密室里灯火辉煌 白中堂光着膀子 就从背后杀出 又是一个不讲武德的 出手偷袭 仗着刀枪不入 战继上风 两人被打得几无还手之力 物力攻击显然满足不了白中堂 喝下一口硫磺水 对着张三就是一口 但很快就自食恶果 喝下阿松换掉的白蜡 花里胡哨果然还是没啥用 真要取胜 还得靠真功夫 可惜自己一身横裂 终究还是有弱点 被两人合力刺中喉咙 顺利通关 但剧情突然反转 阿松手里的剑架在了张三脖子上 原来高明出价500两 要张三人头 最后阿松还是一剑 这边尘埃落地 高明也强行夺走了阿公的月影剑 故事最后 阿松带着张三的刀 找到高明索要筹击 结果又是一个不讲武德的 早已设好埋伏 仗着月影剑在手 想要黄雀在后 不留一个活口 可关键时刻 张三冲了出来 阿松绝不会为了钱 出卖朋友 这是他俩的将计救机 不过高明拿到宝剑后 战力瞬间飙升 最终阿松牺牲自己 与高明同归于尽 这是吴宇森 1979年导演的老电影《豪侠》 虽是佳河出品 但剧情却是邵氏风格 忽舍了江湖恩怨 而是浓墨重彩地 渲染了兄弟之情 颇有点英雄本色的意味 武打设计 拳拳到肉 看得人热血喷张 现在看来 虽有些老旧 但别有一番风味 剧中也加入了一些搞笑元素 现在看来有点傻 但很出笑点 解说中 口还多次提到不讲武德 没办法 这些反派 真的一看就是坏怂 还是没有底线的那种 话说回来 小姐姐喜欢一个人 但她不喜欢你 知道怎么做了吗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大哥 欢迎向口海求助 不免费哦